你去我刚讲的那个Google地图这边他有三他有四种模式第1种我想用过 第2个是这个这个卫星地图了那这个其实也 应该应该可以有点也常常看到那混第3个是Hybrid是有地图又有那个卫星地图 另外第4个可能是比较少用 那所以我刚把它串了一下其实就看到类似像这样 这个就是第4种的样式所以地图的显示你可以针对你自己的方自己的需求 去做相关的设定 那里面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在 这个程式码里面 他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这地方叫做 Map的Type ID 给他他对应到的他的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在Google的那个网页上也可以查得到 那预设当然就是我们这个roll map 等等的那相关的我想各位可以在把这边看事情况 再去做修改 甚至你要把那个Google 20加进来的话 还可以try一下 这样的话其实哇你的App的 炫度就马上 增加许多 OK 不过前提是 那个人的手机要能够跑得动 如果单核心的手机的话 那应该是 可能是裂格的太严重了 不过还好现在的手机没有双核应该 都 很少了 最少出都是四核八核都有了 所以跑起来都不会有问题 现在慢慢就是缺 缺乏怎么样可以 在手机上能够跑更酷炫的东西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各位需要的创意 接下来的话呢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最后跑出来的结果 能够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东西出来 点下去 那因为刚刚我们是center 可是center之后呢好像少了什么 少了什么 这个什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 一般你找到这有没有 会需要有什么 一个 叫做marker marker就是一个 打一个地标在上面 那你不一定要是这个图示 因为这个图示是 Google的图示啊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 插一个国旗 插个旗子 可以啊 那个旗那个图的话 实际上 我们可以去修改 那怎么样 甚至你可以在上面放个你的图 你的照片 也可以 或者什么 你们公司的logo 都可以 像是房仲业 房仲美 他有自己的图示吗 对你可以自己这个icon 可以自己去制定出来的 那我们要在上面怎么样打地标 也非常简单 就只要在那个刚刚的程式码下方 再增加 几行程式就完成 在这里的话 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我们刚刚的 GateMap底下 就是主要是GateMap 这个里面 我们刚刚这个范围是 去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GoogleMap 把这个GoogleMap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地图里面显示出来 就是我们那个DIV里面显示出来 那接下来我需要去打个地标的话 其实在底下 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Marker 这个Marker 实际上就是Google里面的GoogleMap里面有个功能 有一个叫做子类别 叫做Marker 这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可以帮助我们做打地标的动作 所以我们 其实这个就宣告了 在JavaScript的宣告是VAR 宣告后面这个是一个物件 什么样的物件呢 就是Google的Marker物件 他帮我建了 建了这个物件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做后续的动作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打这个Marker 特别注意 第一个要给他几个相关的讯息 这个讯息的话 就是 Possession 也就是你的什么 你的位置 就是你要打那个地标 要打在哪里 对 第一个对 所以呢 这个这个值我想各位 刚刚应该 不陌生吧 这个值 这个 这个 那这个值实际上从哪边取得呢 实际上就是从上面这边取得的 有没有 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呢 其实从也是从Google 里面 在这个类别里面传两个东西给他 他打包之后放在这里面的意思 放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就等同是什么 一个位置 那为什么要透过他打包 因为Google有Google需要的格式 他只要你什么 提供什么呢 小数点到第六位的一个值 他会自己帮你打包 打包放在这里面 里面就是存放什么存放经纬度的值 那我们可以直接再拿来这边用 第1个 第2个要给他什么 给他一个Map 也就是说你的地图在哪里 实际上就是上面这个Map 所以我们把这个两个物件 分别把它丢下来给他 好 他就知道说 你要 在哪个地方打地标 有没有一个是位置 一个是地图 那打地标的上面要不要加一个Title 如果要Title的话 那我们就 加一个Title 如果说图 我刚刚这地方 看到是预设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icon的地方 有没有 我现在的 部分是怎么样 把它取消掉 取消 如果你在icon 没有给他 的话 他就会用什么 用Google 预设的icon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要一个 我们这边有没有 我们这边有一个图示是叫 Rabbit Rabbit 这个Rabbit 我这边没有 等下我们再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icon 看这个icon Myicon 如果说你希望 给他一个icon的话 那你就在icon的地方 告诉他说 在我的image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图档 叫什么图档 他就会利用你给他的图档去秀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 一个小图 这个小图的大小 大概 大概给那个 48乘48 或者是说你如果要用小画家自己画一个也可以 反正就存档的时候 给一个48乘48的 尽量用png的图档 我印象中他jpg可以 png也可以不过 这个图档 尽量你背景透明要设定一下 因为你背景如果没有设透明的话 他那个其实上去的话 他变成会有 有那个白色区域的话会 会盖住地图 所以会不好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还要知道怎么样去背 去背 那这个 其实要怎么插上去呢 其实就是这行程式 加一个icon 他会问你说你icon放哪里 那我们就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这个基本上你范例档里面也有 myicon 这个叫myicon.png的这个图档 那这个图档的话 我就把它加上去 另外呢 将来如果说 比如说 你这个是旅游页 上面要显示说 集合地点就在这里 以后他就来这里的话 那上面title 就给一个集合地点 不过这这两个没有 没关系 如果这两个没有的话 他会用预设的 或者不显示名称 如果你给他他就秀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家的icon 对不对 加了地点 对不对 就这样 所以给一个位置 一个地图嘛 这些都上面都有的 按一个及时一下 我们看一下 就会 潮进公园 比如说 有一团到潮进公园的 那这个导游就跟你讲说在这边集合在哪边集合呢 在这边集合 有没有其实就插上去了 那 有没有放上去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 集合地点 这样子感觉 就会 如果以后要好几团的话你会打好几个地标就好 好几个位置 像出发前 请各位拿起你的手机app下载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 有那就插旗子 甚至其实上面你可以有没有放上去也可以知道你等一下要1234 那这个当然你如果可以做的很很很 就是流畅的话你在 像旅游业上面可以发挥很多的效用 好啊这个其实你也不见得一定要这颜色 或者不见得一定要长这样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不过前提特别注意 一定要去背 你没有去背的话 他背后会白白的 非常难看 OK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图 请各位用内建的图 这边这边的话 就是 程式码就加在这个底下就可以 就是主要是加这个 建立地标这里 那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如果 你可以 把刚刚的那个档案 重整一下 我刚要重新把它贴上去了 就是这个 载入地图这边 那我刚又把 这个地方加入建立地标 就是这一这一这一段 然后你如果要复制建议是开启之后 再把这几行 贴到你刚刚的位置上面去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其实 像这个 这个档网有开放出来 所以如果同学 没有 你如果要加入 真的你可以 我印象中你们好像也可以编辑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新的发现 请各位在这边也可以再加一些程式码进去 就是参考 如果是注解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 先 就注解一下 双引号 表示不执行 你看有什么新发现 你可以同步来编辑 所以程式可以越做越好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打个地标 打个地标